Lun Sang 吉他詞 曲 吉他詞 曲 吉他詞 曲 吉他詞 你有去過國家新院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來過國家新院 沒有來過 大家好 我們是浩角翔起 我是浩子 我是小子 我們來做一個活動就是 你有在國家兩庭院看過演出嗎 這邊有免費的票券喔 這個是因為兩庭院現在想要 讓更多沒有看過戲的朋友們 然後走進國家兩庭院看演出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先生 你有看過演出嗎 兩庭院的企劃就是 樂壇出秀的這個 鋼琴吧 對 鋼琴 對 鋼琴 我是吳哲正編舞家蘇文琦 然後這是我這個週末在石鹽劇場的演出 你也是在做科技藝術相關的嗎 人生只有這麼多事情 有些事情就是不能錯過的 像是如果國家兩庭院在送不用錢的票 不然我們進去裡面問那個服務台 瞭解好了 你有在兩庭院看過演出嗎 有 哎呀 這是我的演出嗎 Liberty 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屈城市 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們節目開播至今已經四百多集了 可是我們依然覺得一定還有把藝術講得更好的方式 影響世界今天找到好夥伴 國家兩庭院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他們發表的NTCH2GO系列短片 要讓大家輕鬆認識表演藝術這個領域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好朋友來分享 我們首先要歡迎兩庭院的李慧美總監 總監你好 你好 還有我們的影像工作者周東諺 東諺你好 你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耶 因為這影片裡面的人大家都認識 有幾位國內很知名的舞者 有音樂家 可不可以先請總監告訴我們 這個影片要講什麼 一直以來大家覺得說兩庭院的外觀 就是兩個宮殿 或者是一個莊園的廟宇 其實是跟民眾有很有距離的 那其實好玩的是說 我們應該要跟大眾溝通的 不只是說進來的觀眾 應該還有更多的民眾是不了解 因為那裡面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想法說 我們要走出去 所以我們要to go 其實要走到民眾裡面去 那不然我們永遠好像是一個 懸崖的兩頭 我們看到對方有一個房子 我們這裡有個房子 我們每天看到有人進進出出的 可是我們要過去以後 我們要划船 然後再渡過去 可是如果從中間 我們能夠搭起一個橋樑 那他這些變成我的鄰居 那個鴻溝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樣的頻道 跟更多的民眾接觸 讓他了解目前幕後 還有藝術家的點點滴滴 對 所以NTCH2GO系列 其實就是在YouTube上面的一個頻道 然後我們會定期的把很多的影片 豐富的影片放到網路上去 讓大家認識藝術家們 我們剛剛看到那支影片 是東雁的點子嗎 讓這麼多藝術家舉著牌子 到那個路上去跟大家講話 對 其實這個頻道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但是這個裡面是最挑的一個 就是說我們才想 如果很多人沒有進來 那就來邀請看看嘛 那該誰邀呢 不如就artist自己去邀吧 對啊 我們不要再發DM什麼的 我們就走上街頭直接接觸聊天 那剛剛看了一個開頭 其實他們進來以後 說的話也都非常的有趣 對 剛剛那些藝術家他們 其實講老實話 也許有一些 比如說是舞蹈這樣的領域 他們就跟人群比較接近 可是我們知道有一些是古典音樂 有一些是戲劇 當初是如何說服這些藝術家 可以走上街頭 其實真的是一一的聯繫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實今年的主題 主要就是針對新點子 因為兩年其實長期長年的在 支持新人 不論是音樂 新秀 然後舞蹈跟戲劇 那就是新點子劇展 新點子舞展 然後還有樂壇新秀 所以就是一一聯繫之下 然後他們居然也都 願意接受來做這個挑戰 然後每個人在路上 都玩得很開心這樣子 對 有特別困難的部分嗎 或是要特別為他著想 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比方其中的林冠廷吧 因為他非常年輕 就在國際上得了大獎 然後現在也還在俄羅斯念書這樣子 那我們就特別提醒 所有的工作人員 他的舉牌一定是 我們把他舉到定點 他的手千萬不能受傷 他是鋼琴家 對對對 然後就 但是我們都以為 可能學音樂的會比較 這個不做那個不做 對 沒有想到他真的完全配合 對我們非常好 這樣子 所以這些觀眾 被邀請進去之後 他們出來有發表感言嗎 就是對於兩廳院的表演 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我覺得驚奇 很多人其實就覺得說 我會看不懂 但是進去以後 他發現說 其實藝術跟他的距離不是那麼遙遠的 對 因為那種對美的一個需求 其實是天性 你會親近美好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東彥後來在做紀錄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回想 自己也會覺得說 我們做的事情是一些很有意義的事 其實從他們回饋裡面真的發現說 原來觀眾給我們這麼多 雖然我們也是努力的去呈現藝術這件事 東彥其實之前在英國 也看到英國是這樣子的經驗對不對 對 其實之前在英國念書嘛 然後就會下載很多他們的相關的影音頻道 那以前英國的國家劇院 他就有利用Apple的Podcast的系統 做一些小的短的影音服務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蠻有趣的 沒有特別留意 那這東西它就是一個累積 那直到回來台灣 開始在某些課堂需要分享 教學的時候 開始找資料的時候 再找到發現說 他漸漸轉移到YouTube上面 然後慢慢的經營 從以前一開始可能因為他們做希臘悲劇 做了一個希臘悲劇的專題 到隨著他們這三五年來 有的時候做殺劇 做布雷希特 就有好大的一個資料庫 所以他們是放影片上去 放影片 所以他們的演出目前幕後這樣 對對對 其實他們針對演出宣傳是一個頻道 針對知識教育是一個頻道 這也跟我們現在 國家兩天院在做的比較類似 就是說 演出行銷還是走原本的這個路線 那NTCH2GO就是教育接近藝術這樣子 我們帶著天才鋼琴家林冠婷去選琴 因為他要表演嘛 就走進兩天的琴房 是一個常溫 然後就是一個很溫的 然後裡面有各種琴 他每個都試試看 哪一個琴的音色是他想要表現 我們就邊拍邊覺得也學到滿多東西的